我没记错的话 那时候好像第一个月就卖到破万本 所以一开始其实是非常的困惑的 因为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很少数的人在想的事情 因为天天台湾人都是这样长大的 一年以前一年大概有30万个小孩 我们一年30万这样子长大 我不觉得好像就是大家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去过生活 但是从销量我才发现到说大家都在想这些事情 只是大家不晓得要怎么去想 但我可能某个程度上来讲扮演了抛砖引玉的小色 就大家想到一半 那可能我这样子抛出一个砖 大家就可以再想下去 有一天就收到那个公事的来信 问说他们要搜取 他们可不可以把它改变成影集 那其实我们就是在这附近约的 因为我跟公事说我很忙 所以现在想想那时候 因为可能很年轻又很忙 年少轻狂 所以就直接说你们应该来找我 我才不要去台北找你 对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很standard 一点就是说每次要约什么事情我都要上台北 那我就觉得就是你们要来问我 那应该是你们来找我 但是现在就觉得很对不起于经理 就是谢谢于经理那时候就是愿意 就是一个一个小屁孩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子跑下来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一开始是很不想要说 我一开始是想要拒绝他的 因为我觉得这一切 也好像出来之后引起了非常多的对立 那我觉得影集是一个 因为影集他的传播效率非常的快 我觉得他是一个更容易导致 就是他可能一个不小心 他会导致那个对立我更难去承受 所以一开始我有跟那个经理说 就是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内心想着如果他是一个很想要流量导向的人的话 那我就跟他讲不要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不在乎这个东西可以多卖几本 但我想要的是大家好好讨论这件事情 经理给我的答案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 他是我很多时候支撑我走下去的一个答案 他就说因为我也是书里面的小孩 就是你的故事你写的故事就是我的过去 然后经理40岁大概30几块40或40岁 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很难过 那就觉得因为你会以为这个大人物他来 他是要来跟你讲一些商业的东西 冠冕堂皇的什么 因为我们很看好你 因为我们觉得这主题怎样怎样 那他切入的方式就是一种 因为这就是我的童年 然后你同时也会想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表示这个东西在过去二三十年内是没有改变的 因为他的小时候是20年前 那他看到这些人觉得大家都在过一样的生活 还在计较一样的东西 大部分我只有一个联络就是继续联络下去 像是严禁仔我就会觉得 我不想要再跟他联络了 因为那时候那时候我太年轻了 每次他被打被骂我都没有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会觉得如果看到他的话 我会觉得非常的愧疚 对我会觉得那时候我很年轻 所以我很常是一个旁观者 那我觉得我旁观者他被打被骂 其实是有增加他的痛苦的 父母通常都是大人嘛 因为你绝对遇不到一个组合是父母的年纪比小孩小的 就是我们之间绝对有一个年纪的 十几年的差距甚至二三十年的差距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承认 我们就是那个比较有权力的人 比较有资源的人 所以有一次我忘记台下的读者问他什么 然后那个李医师他就直接讲说 不要跟小孩比可怜好不好 哇我被这句话给 就是整个是很像是有人就是拿一个东西 然后整个一头冰水酱就是整个浇下来 我觉得我后来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 我觉得去承认自己拥有伤害别人的能力 也承认自己真的这么做了 然后不要比一个 不要跟一个比自己还要弱势的人比可怜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还蛮喜欢妈的都从宇宙里面的一句话 就是那个从是阿法吗 阿法的那个维门他跟那个修炼讲的话 就是你总是会担心你没有得到最好的 但是其实就是你每一次的悔恨把你带到了今天 因为我也是一路台湾的这样的教育出来的 我也会很害怕我没有得到最好的 我没有做出最成功的选择 最聪明的最最最聪明的最棒的 最让人家羡慕的选择 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可能到了我三十岁 可能在我二十几岁之前 她都会觉得这个女儿有一天会想开 称为司法官 称为律师 她到了三十岁 她就是当为人为人父母就是要不断的放下 可能她放下了这个又放下了那个又再放下了那个又再放下了这个 然后有一天我妈妈就突然间跟我讲说 她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看清楚一件事情 就她觉得她小时候她以前会觉得小孩子是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其实第一本书因为她得到的攻击日也是好几千 其实现在想想对我的人格养成有莫大的帮助 因为当你二十五六岁就被大概上百上千个人骂过 你就会比较 有那个心理的承受 强韧的心理程度 对 我在两个月前意外的是我有危机百科 那感觉超恶心的 因为就有一种 怎么那么恶心啊 对就是因为 我朋友就开始开玩笑嘛 什么你不要呛他啊 他是有危机百科的人 然后我觉得好恶哦 所以就我以前会不太了解 为什么有人有了知名度之后 会跑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现在稍微可以理解 就是因为那就是一种 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 很像是水一样 我还蛮喜欢我们的靖文学的社长 他写的一个故事 因为他很喜欢看 应该是金剧吧 我没有很认真的去看 他就说什么 有一次就是他们在看那个演员 在演戏 然后那个其实那个步是七步 就那个演员当下可能一个不小心 他多走了一步 然后就走到第八步的时候 台下的观众就突然间就是讲了 类似什么必须死 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以 怎么错 对因为这些人都已经看一辈子了 他们其实是戏精了 然后就觉得你这个在台上的人 你多走一步 然后当然陪伟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是在一种浪尖上 其实人们都会看着你 但是人们也会去看你的过错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但是我又是一个有点喜欢折磨的人 自我折磨的人 我就在想说会不会哪一天我走到第八步 然后人家说这个人应该要去死 我搞不好就解脱了 不觉得吗 不觉得吗